近來印度的疫情也是相當嚴峻 經濟部和外交部證實 已經有二十多位滯留印度的國人確診 一名臺幹病逝 目前掌握到仍有一百五十名的臺商 和臺幹留在印度 至於是否採取撤僑的措施 外交部經過評估之後 決定占卜撤僑 臺商僑民如果有包機反國的需求 外交部會來全力協助 有臺商則是認為 撤僑的轉機風險高 與其撤僑 更期望政府給予當地醫療協助 印度疫情持續升高 連續十天的確診人數 都超過三十萬人 經濟部與外交部陸續證實 已有二十多位滯留印度的國人確診 一名臺幹病逝 目前掌握仍有一百五十位 臺商臺幹留在印度 一百一十三家臺籍企業裡面 大概有一百五十個臺幹 還在印度 這是有一個所謂的撤退計畫 那因為他這個疫情的情況 有些臺商反應 他說不動還比較安全 他說現在出印度 即使到機場的路上 到機場上飛機 本身都很危險 所以如果他是輕症的話 他寧可留在印度 外交部我們根據 駐印度代表處的評估認為 目前還沒有要撤僑的必要 台商跟僑民 如果有安排包機 反國的需求 那外交部跟我們駐印度代表處 會全力的提供協助 面對印度疫情不斷惡化 三號外交部也緊急開會演議 經評估目前沒有撤僑的必要 到三號為止 駐印度代表處以協助 二十五位僑民轉機 平安返台 印度孟買台商會長曾曉莉指出 撤僑在印度新德里轉機風險高 與其撤僑更希望政府給予當地醫療援助 目前印度各城市管制狀況不一 約十個省宣布封城或消禁限制 不少台商採取在家辦公 有台商在網路出示一張印度塔納塔卡邦為期十四天的封城通知 除了大眾運輸與服務業停止外 食物與水的供應正常 商店藥局則會在特定時段開放營業 記者是漁王的新綜合報道